大家是不是等待开讲已经等着疲惫了是吧 不出应该的话我应该是最后一个分享 我这边分享的主题是多极群环境下 使用Gramfly加速镜像和文件分发 首先我今天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安清博 现在工作在蚂蚁集团 并且呢是Gramfly这个项目的满天板 同时呢虽然我工作在杭州 但我是一个弟弟到大连 当第一次知道KCD在大连集团的时候 我内心还是比较高兴的其中 说起原因呢其实也挺伪装的 因为确实在公众媒体上面 其实很久没有看到大连集团 我自己看到之后也倍感激怠 最后呢下一步呢给大家讲一下Gramfly是什么 Gramfly是一个基于P2P的镜像分发和文件分发型 同时呢Gramfly在2017年的时候呢 第一次开业就是Gramfly1.0 这时候呢其实已经被很多大阶级的互联工资 去做一个线上使用 在2018年的时候呢Gramfly成为了Sensei的一个sandbox项目 在2020年的时候呢Gramfly成为了Sensei的一个intervating项目 比如说一个孵化项目 在2021年的时候呢Gramfly1.0 经过了大量流化 Gramfly2.0呢其实正式开业了 这时候呢 迄今为止的话Gramfly2.0的话 其实已经发布了将近170多次release了 并且呢Mapanner其实也来自各个公司 同时呢在Sensei的整个版图当中呢 在金像加速这领域其实大家关注度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呢其实我们社区当中还有很多贡献者 基本上都是对P2P技术感兴趣的东西 当然呢其实在金像加速这领域 Gramfly可以算作上是一个事实上的一个标准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开连社区当中 同样呢社区当中也不乏有其他的一些开连项目 比如说之前Uber开了一个叫Parken的项目 这个项目也是一个基于P2P技术的一个文件分发系统 当然呢它也提供一个镜像分发 但是Uber那个项目大概没有三年前 已经相对来讲不维护了 同时呢它其实对于节点之间的调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并且对于异常情况的一些处理呢 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细致 所以说呢其实做一次简单的P2P调路 相对来讲还是没有那么难的 做一次复杂的P2P调路 同时呢能够维护一套稳定的P2P集群 相对来讲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 通过也比较繁重的 下面呢给大家一个切割点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用DramFlight 我为什么DramFlight去做什么 大家可能比较有疑问 其实呢举一个case 当大家去拉近这样子 可能你的climate关是旁天的地 对吧 这时候呢可能对整个流程比较熟悉的同学呢 就知道他一开始呢 可能会向洋文青去换个token 并且呢带着token去洋文青做一次查询 拿到当前镜像的一个manifest 同时呢在后端呢 将这个manifest的一些情细呢 聘接场真实的下载情绪 当然呢 其实你的镜像中心的存储 大部分都是进入对象存储 比如说你的镜像的每一层的加载 相对来讲 都是从对象存储去加载一个object 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 如果你的整个集群的规模较大成一下 比如说你像 你像我们比如说阿里鸡蛋这边 可能阿里云加蚂蚁这边 可能每秒集团分发镜像 能够达到将近100t的左右的时候 当你达到这种规模的时候 其实你的圆站的存储 相对来讲是 不能够 它的带宽是不能够支撑的 有个圆站的带宽很容易就被打满 这时候呢 Johnfly就能发挥它的作用 Johnfly呢 相当于是利用你的节点之间的剩余带宽 而去缓进你的圆站带宽的压力 这种情况呢 其实它的加速效果呢 只是一个附带效果 当它满足两种条件的时候呢 其实它才能达到一个加速效果 第一个条件 就是你的圆站带宽是必须 就是打满的情况下 如果我只下来两个镜像的情况下 其实它没打满成可能会远更快 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在你的机器内部 peer to peer节点之间的带宽 要由于你peer到你的圆站存储的带宽了 就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你才能达到一个加速效果 但是呢 其实有可能设计当中有些同学 他可能本地去做一个poc 就是说他可能本地去拿两到三个节点 做一次p2p的就像下载 这时候呢 他们看到 就是说我的速度可能没有变化 这时候呢 其实就满足了第一个条件 没有满足第一个条件 就是它的圆站存储 其实是没有被打满的情况下 你去对比一个p2p的速度 下面来讲本身就是一个能力 接下来大概介绍一下 runflat整体像的一个架构 runflat分为此部分 第一部分是manager 第二部分是scalular 就自面理一下 都要读起 第三部分呢 是peer 第四部分是zpeer manager呢 他主要做了一个什么功能呢 他主要做的是 他是要去管理 多套p2p集群之间的管理管器 并且呢 他能维护多套p集群之间的稳定性来 首先呢 从一个manager整体启动过程 就是runflat系统整体启动过程 其实大家比较好理解一下 就是说整个runflat集群启动 首先他会启动manager 启动成功之后呢 然后再会启动scalular scalular启动成功之后 他会调manager做一次注册 并且呢 跟manager之间呢 保持一个心跳 当这个心跳断掉的时候呢 其实他的调度器的 当前的状态就被制作inactive 这时候呢 当前的一个调度实力 就在整个p2p集群当中 被剔除掉 当然呢 scalular启动成功之后呢 就变成了scalular 就进行启动 同时呢 他也会进行注册 并且去保持一个心跳 最后呢 peer 若干的peer 就是集群当中若干节点的peer 才进行启动 他会定时从manager去同步 当前peer最匹配的一组 scalular的调度器的地址列表 供后期peer去进行调度使用 第二部分呢 就是scalular 字面意思 调度器 有些同学可能对bt协议有了解的同学呢 其实可能知道 bt协议呢 在最初最开始的阶段呢 其实它是基于一个中心化的tripper调度方案 也就是说它所有的节点 我下载一次的资源 我都需要通过tripper去进行调度 分配我的pyron 但是呢 bt有个问题就是说 bt下载还是面向公网 比如说它的peer节点是不可控的 它的peer节点可能是海量的 这种情况下呢 它的tracker其实相对来讲 4载就很高了 所以说呢 bt下载呢 在后期的演进过程当中呢 它会演进成一个dht加一个ps 就是一个分布式的rc表 再加上一个peer节点的信息交换 去做一个分布式的巡视 当然做这种分布式的巡视呢 其实它有两点 两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 做分布式的巡视 首先 它巡视很慢 你知道吧 就是说 因为它要在peer之间去传递信息 第二点呢 就是说 它无法找到一组 全局最优的复节点 去供当前节点去加载 因为它选取出来 只可能是局部最优的一部分复节点 供当前peer去进行加载 但是在junflat的场景呢 其实 跟pt的场景 有一点不同 就是说 junflat的场景 它的peer数是可控的 对吧 它不是面向国防 它不是海量 对吧 你总共有多少个节点 对吧 所以说 它的peer是可控的 在可控的条件下呢 junflat就可以 基于一个中心化的调度方案 去做它的p2p 所以说呢 Schedule其实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工作 也是一个最复杂的工作 就是给当前的peer 调度一组 全局最优的复节点 供它进行进行下载 下载两部分是peer跟cdpeer peer跟cdpeer 其实它俩的功能是相同的 peer跟cdpeer 它都有一个主要功能 就是上传 一个功能下载 上传是什么呢 就是说 把当前peer 已经下载了task 它切分的peer 分享给其他peer去使用 下载的功能 就是说当前的peer 相对来讲 它可以被 它可以从其他的peer 在其他的peer之间 去传递它的peer 去下载它的peer 最终把对应的peer 拼接从一个完整的文件 返回给客户端 当然呢 cdpeer跟peer之间 其实也是有区别的 它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是cdpeer 它可以被scaner 调度器触发主动人员 这部分呢 其实又要去管理一下 bt下载 bt下载呢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了解 就是bt下载 不管你的p2p集群当中有多少个节点 你的节点规模有多大 你的任务是如何切分的 如何传递的 你都需要有一个发布资源的节点 有时候你的p2p节点当中 必须有个资源节点 这时候呢 你才能去下载到具体的内容 但是在Joyfly当中呢 其实对于它的p2p集群呢 它的资源节点其实是在p2p集群之外 比如说它的资源节点是在比如说 镜像中心的存储 在比如说你的一些文件存储 对吧 然后呢 所以说呢 Joyfly就需要有一个节点去进行回源做种 这里面呢 回源做种呢 有cdpeer跟没有cdpeer呢 就相当于如果有cdpeer 你可以让Joyfly的所有的回源流量 都是从cdpeer进行发起 所以呢 用户就可以将你的cdpeer 部署在一些 下面来讲 网络华听比较好的节点 还有一些机器文比较好的节点 这样呢 能让它第一次回源加载 尽可能快速 所以说呢 就是p2p跟cdpeer这些区别 这边呢 从一次p2p的一个简单下载流程 给大家更具体感的描述一下 p2p的它整个下载流程当中 它的能量是如何分发的 首先呢 Joyfly适配的客户端 应该是很多的 它有一些 比如说对样提出 对吧 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 就是容器相关的一些 对吧 还有一些比如说 HTB协议 DFS协议 当然还有一个在最角的 我们Joyfly的一个子项 叫Nedus 后面我会讲到 它是做一个静向的安须加载 首先呢 不管那个Client是什么 它都会 从peer端把流量截获 截获成功之后呢 它首先呢 会向Schedule调一次注册 注册成功之后呢 Schedule会判断 当前的task 是否在整个集群内 是第一次下载的 如果是第一次下载情况呢 它会出发C的peer 去进行一次回源 同时呢 peer跟Schedule之间 会建立一个双项目 建立双项目 成功之后呢 Schedule会进行一次调动 调动之后 选取一组最优的复节点 反归给当前的peer 去进行加载 这时候呢 peer会并发的 从多个parent 去下载不同的piece 当然这是一个并发的情况 同时呢 每下载完一个piece呢 它会把具体的信息 上报给Schedule 供下一次调度下载的时候 调度时 当它完全下载完整个任务之后 所有的piece之后 它会把这些piece 拼接成一个完整的task 返回给当前客户端 并且呢 给Schedule上报一个成功的结果 这就是一个P2B的 一个简单的一个 下载流程 这边呢 是 比如说你的peer 在下载资源的时候 每一个piece的时候 它会上报一些信息 对吧 在上报信息过程当中呢 其实 对于调度器来讲 它就是在组建一个P2P的tob结构 当然这个tob结构 在早期的Drum Flat Schedule的版本 其实是一个竖状结构 这个竖状结构 这个竖状结构有两个缺陷 第一个缺陷 就是它只能保证 表示一个当前节点 从单一复节点进行下载 就它不能描述一个病发的情况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说 在你病发量较大的情况下 其实你的数的层级会变神 变神的话 其实大家可能想到 就是说它可能影响到你的下载 也就是说你的下载会出现常委现象 当然也可能是你原站会报错 当然你的错误传递相对来讲会变半 当然呢 在经过一个大版本的优化之后呢 Schedule变为了一个Ded 带个结构 比如说一个有限无环图的方式 去表示它的P2P的一个错误结构 有限无环图呢 首先它的优点在于说 我当前的peer可以表示 它就从多个peer就进行加载 第二个优点呢 在于它无环 无环这部分呢 其实就要细想一下 因为 在Drawnfly的P2P网络当中 如果假设 peerA 它需要一个peer 它会从peerB去下载 peerB呢 又会从peerC去下载 peerC如果你调度回peerA的时候 它就形成了一个环状结构 这时候ABC都没有当前的peer 所以说它永远下载不到资源 所以说呢 它会使用一个有限无环图的方式去表示 下面呢 也会有整个它的有限无环图 跟你的竖状结构之间的一个数据对比 比如说它会对比一个节点的平均带看定率 这边呢 是Drawnfly的整个一个镜降加速的一个过程 首先呢 它在构建镜降的时候呢 它会构建一个标准的OCFE镜降 这部分呢 Drawnfly是不设计的 在容器启动的时候呢 Drawnfly呢 会把容器的每一层当做一个task 然后在整个P2B网络当中进行分发去下载 这部分呢 这部分呢 其实就是之前 之前阿里面那边同学帮忙做了一个压策 这个压策呢 其实就是一个图状结构跟一个图状结构之间的区别 就是说 首先呢 它相当于它比较的数据是平均节点带看定率 这是P2B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说 你只有当前P2B机群每个节点带宽 闲置带宽都利用上 才能发挥充足整个机群当中带宽的使用 相对来比较优一些 对吧 然后呢 蓝色的桶呢 其实柱状图就是 当你去用个竖状结构的话 其实你的peer的平均带宽定率是很低的 当变成一个图状的结构呢 其实它的平均带宽定率是有大数的提升 基本上是提高了一倍 当然这是在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这是在5个并发 10个并发 100个并发 就在这个并发的情况下 下面呢 就要讲一下 川普莱的一个子项目叫Nedus Nedus这个项目 其实它才是能让镜像真正的快速加载的一个项目 Nedus这个项目主要做的是什么 是一个镜像的安须加载 比如说你的镜像可能有10个G 但是9个G的数据你都不用 所以说我只加载其中一个G的数据 我就可以把这个镜像其中起来 当前Nedus呢 其实已经支撑了每日百万级的一个加速容器的启动 当然呢 Nedus其实现在共同一起研发的 基本上就是来自三个公司的一个内核团队 一个是我们蚂蚁 一个是阿里 还有就是这些跳功能 有火山引擎的里面 首先呢 Nedus它整体加速过程呢 其实它是从构建时就开始做的 它固建的时候呢 它会把O3V1的镜像 转换成Nedus格式的一个镜像 你可以把Nedus格式的镜像 当作一个指图门电系统 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原数据层 然后会有多个数据层 多个数据层呢 相对来讲它也会在逻辑上去对它进行一个逻辑的创和解分 当容器启动的时候 它首先加载它的原数据层 然后呢 它会根据你容器的图请求 去命中具体 Nedus具体是哪个创法 然后再转化成 以镜像层的一个乱子请求 去做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快速的一个按需加载 当然Nedus它也适配了现在场景的一些运行时 当然最多的就是乱随 大家可能用的比较多 乱随 乱随场景呢 Nedus相当于是 在启动的时候加载完颜数据之后 通过Fuse将指图的电器总放到人器当归 然后进行一个按区加载 第二个场景呢 就是安全容器场景 比如CataContainer 当然也是我现在的场景 我现在的场景其实就是CataContainer CataContainer它是做一个安全容器 比如说它是相当于一个虚拟化的场景 就类似CataContainer的一个虚拟化的场景 这种场景呢 它会通过World LFS 跟Nedus之间去进行通信 并且把它的读请求 转化成创作请求 最终呢 再转化成一个RED请求 做一个按需加载 最后呢 就是一种高性能的场景 高性能的场景呢 其实它主要是利用了Linus原生的一个指读文件系统 EROFS 这个也是 它作者也是阿里林里面的文化合作团队 的一个同学 利用EROFS呢 去捷获它的读情条 然后传递到Nedus去进行一个安居加载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Nedus 从整个镜像构建 到运行时的一个流程图 首先呢 Nedus 上面已经讲了 Nedus 会把OCI-V1的镜像 转换成一个Nedus的格式的镜像 将它图示到这样操作 然后呢 在运行时呢 它通过Nedus Snapshunter 转发流量 相当于具体 如果我读到哪一部分 相当于转化成Nedus一个创款 然后在代理到P2P集群当中进行加载 这里呢 当然Nedus也可以直接去进行路易去加载 为什么还有一个P2P呢 对吧 大家可能比较好奇 因为Nedus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里面 Nedus 它可能会把你的QPS做一个放大 就是说你原来镜像可能只有10层 对吧 转化成Nedus的镜像的时候 比如说你只需要加在100MD 但是它会切分 比如4MD一个创款 或10MD一个创款 它会把这100MD的QPS 它的QPS相当于来讲 就会提高 比如说你的原镜像仓座的程度 也就会负载率提高 所以说呢 是需要一个P2P集群去做 去打这部分QPS 但是呢 其实在你小规模上下 直接Nedus 其实效果可能比 带P2P也好一些 但是在真正大规模场景 比如说 现在的呢 可能 用这套方案的公司 相应来讲 本类公司还比较多一些吧 像比如说阿里 对吧 像蚂蚁 还有自杰 还有比如说快手 很多公司 基本上都用了P2P 再加Nedus这一套 下面看一下整个的一个性能压策 这是一个Nedus加交出来的一个单机的性能压策 我们用的是四种官方语言 镜像 一个是Node Ruby Person 还有Rust 首先呢 第一个助照图是OCI-V1镜像的容器启动时间 当然它远战是相同的 比如说我们只需要比较它之间的差别 OCI-V1的情况下 它需要把镜像满夹载 然后进行启动 所以说它启动时间相对比较高 下一个呢 就是Nedus做一个冷启动 这时候呢 可以看冷气可以 基本上会节约将近三个Jar以上的时间 再下一个呢 就是Nedus加JuanFly的一个冷启动 Nedus加JuanFly的一个冷启动 其实相对来讲 可能比单独的Nedus能 稍微延迟一些 但是在大规模的场景下 是需要这么用的 所以说呢 它现在来讲 其实延迟的部分 是在V2B的调度 以及流量分发过程当中 后面呢 一个就是命中了P2P的一个维幕的PierCache 也就是说 命中了一个远端的Pier的一个换存 再后面一个就是命中了P2P的一个LocalPierCache 也就是说 它命中了P2P的本地的Client 它能开出 最后一种呢 就是Nedus的一个命中 Nedus本身的开出 相对来讲 起动时间比较快了 这个PPT就比较有意思了 这个PPT大家看得开头 我是你的腻 现在最热的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场景了 就有一天坐在办公室里 开心的写着干嘛 突然所有的信息 所有的新闻都是 差的GPT 所有的新闻都是AI 所有的新闻都是大模型 对吧 当时呢 然后呢 我们之间同事就在散播焦虑 咱们什么时候被替代啊 什么时候没有工作 当时我也自己想了一下 最后想出一个结论 就是什么 打不过就加入 好吗 最后我们再想如何加入进去 当然呢 在大模型场景 其实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训练 第二部分呢 是推力 在推力部分呢 其实Junfly 是能够发挥一个很大的优势的 首先呢 推力部分呢 是需要满加载当前的模型的 第二部分呢 就是推力过程当中 它的模型分辨很大 第三点呢 就是它具有并发性 所以说呢 对于Junfly 它就可以利用它节点之间的剩余代划 去缓解它的原战压力 在这一点呢 其实现在 其实我现在不能透露 只能这么说一下 就是说现在可能大家知道 非常知名的X的GPT 像类似的国内的产品 其实用Junfly去做一个模型分发的 这其中呢 其实Junfly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说了什么 就是去集成开源社区 开源社区推理模型放架当中 其实有大部分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Teslflow 设定 第二部分是Try server 第三部分呢 是Touch server 这三部分呢 其实Junfly相对来讲 因为它 它的大模型的存储 机房选择都是对象存储 所以说呢 其实就有Junfly的发布余地 其实现在这个情况 其实已经可以集成Junfly 去做一个P2P的加速 但是呢 用户都喜欢这种 对吧 不需要太复杂 所以说 我们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规划 就是 要跟这三个社区 深度集成 比如说我们会 以Ply in的方式 去集成到上面三个社区 让模型推理部分 也能想到P2P带来的优势 这幅图呢 就是Junfly一个多极群的部署架构图 比较扣题啊 多极群 也可能看到这些P2P可能是 比较独立的 但加上去的 首先呢 多极群状态下呢 Junfly需要一个单独的Manager 而且呢 Manager是相当于 管理多套P2P集群的关联关系 然后每一个单独的集群呢 它都会有一套调度器 Schedule 还会有一套Schedule 并且呢 会有多个节点的peer 这时候呢 多个节点的peer 相对来讲呢 其实它共用一个 内部的调度器 也就是说它相当于 网络隔离的情况下 它是不会 跨网络之间去调度peer的 当然这不是一个固定的论事 就是说有个同学感兴趣 在公司内部去做一个 多进去的P2P环境部署的话 其实是需要结合自己公司 内部网络环境的 下一部分 最后一部分 数据 压缩数据 这部分呢 是火山引擎同学 头条用火山引擎同学 帮忙去压的最新版本的一个 压缩的性能数据 这个性能数据 可以看到 我们用了两个官方的镜像 第一个是NGS 大概500度 第二个是有CASFLOW 大概3G左右 可以看到 在OCRV1的场景 随着并发增大 它的容器启动速度 是提高的 而且会达到一个很高的值 然后呢 再看JJFLA的场景 其实它的容器启动速度 整体启动速度 这边是 启动速度 是算到最后一个容器 状态 乱的时候 它最终的时间 所以说JJFLA呢 其实就可以稳定在一个 很低的一个标准 在后面看一下JJFLA跟NAS NAS 其实也有一定的加速 只不过 大家右眼看起来 没有那么明显 是因为这个OCRV1 确实下载太慢了 NAS 这边呢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 NAS跟JJFLA 这两个镜像 相对来讲 因为它是官方镜像 所以说它做的比较好的一些 永无数据没有那么多 可能它只需要 加载70到80 就可以启动 可能它需要 加载70到80 才能启动 但是呢 我们内部 对于业务的企业 来看的话 其实应用游戏 它的永运数据 能将近有50% 到70% 所以说这时候 NAS有很大的 防御优势 这边 这幅图是JJFLA跟OCRV1之间 进行仓库原站存储的一个 带宽峰值的一个比较 可以看到并发 增高的情况下 它的原站存储的带宽峰值 是一直在增大 而JJFLA则可以维持在一个很稳定的 一个很低的主 因为在JJFLA 其实在最理想的情况下 JJFLA可以让整个P2B节点 不论多大规律 只有一个节点进行回源 这就很厉害了 也没那么厉害 就是说它只可能有一个节点进行回源 但是我们在生产当中 其实没有这么使用 因为生产当中 你并发量比较大前来 我们可以让两到三个节点去进行回源 这样呢 它可以承担在P2B集群内的负载 如果单一节点 其实这个节点在P2B集群内 其实它的负载相对来来 也是比较大的 最后一幅图 这幅图是原站的一个存储的一个带宽流量 可以看到O3V1的情况下 它相当于每一个镜像都要满加载到降仓库的 在JJFLA其实也是可以维持一个很低的值 我这边大概PPT的内容就结束了 大概讲一下JJFLA未来的两个重大规划 第一个规划呢 就是JJFLA这边呢 后面单击的扣端呢 其实会用RUS去做重启 比如说现在的单击扣端可能性能没有那么好一些 当然 当然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用RUS去做一个重启 提高一下它的性能 第二份重要的规划呢 就是跟那个咱们大力工 那个许子潘教授的团队 一起去做一个 调度的一个图学起的一个智能调度 这份呢 后期我们又会去发一个论文 发一篇论会 然后大家一起可以 后面可以看到的记录细 最后呢 就欢迎 对镜像加速感兴趣的同学 关注一下我们的项目 并且呢 我不能挡一下二位大 是吧 并且呢 最后也给大家带个货 我们在八月份 会在杭州举办一个PCD 也希望关注的同学 可以到时候有兴趣去关注一下 我分享到这儿 因为这个我们那个抽奖 拍奖的时间 设计原因 大家可以提及问题 刚才听了 讲的就是很深很细 然后我 不要关心就是 这个镜像加速是 这是什么场景呢 就是比如说是 鸡群节点到什么规模 才适合用 用这个加速 这样加速 只要你的圆栈态 关注达满 那就可以用加速 比如说正常的话 你像我们的用户相对来讲 比较少一点的 比如说他单个鸡群 可能节点能在一千个左右 这时候其实就是用一千个加速 但是对于NetOS 按需加载来讲 其实他是不需要 你看到带光的 就是说 你只要 你只要镜像游泳 游数越墙下 它就可以按需加载 就可以去做一个快速起动 它不需要 即使你的规模很大 还很小 它都是一个按需加载 对吧 就是说它都会 让你的游戏 起动更快一些 有没有 可以用多少进行库来解决这个 多个这样的仓库 对 多个这样的仓库 你的存储是一个吗 多个这样的仓库 你不说哈佛 对 哈佛他们是有时间条通过 相当于多个存储 对吧 多个存储 那它的解决方案 就相当于一个CDN的解决方案 对吧 我可以顾多个连战 去加速 这种情况呢 其实也可以啊 没问题啊 只要能量就可以 对吧 没问题 只不过P2P它相当于是 利用了你节点的 闲置带方案 去做一个加速 如果说你这部分 可能用不到 对吧 所以说我利用这部分 闲置资源去做一个加速 对 对 如果顾多个多个节点 其实你还是需要一定工作 而且需要一定资源 对吧 对吧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GermanFly在生产团境中 有没有关于IPv6的事件 有的 我们支持IPv6的 我们天空支持IPv6 而且我们还支持 你的P2P的一个双向PLS 都支持的 如果是一双IPv4 一双IPv6 这种 这种没办法支持 这种没办法支持 就没有NATPT的办法 对 谢谢 谢谢 还有吗 还有 谢谢 感谢老师 精彩演讲 我想问一下 通过Schedule 来换分集群的话 那它是不是会有个上限呢 就是 当集群节点数量过多的时候 它都会有Schedule进行调度的话 让它的一个Schedule上行 是对上的 主要是 你的节点 其实它去访问 固定的Schedule 它的 它的负载 是根据你的 它相当于根据一个 一致性哈西 比如当前 它是根据一个 TaskID的一致性哈西 比如说 你去横向扣 我们的Schedule 也可以 就相当于说 这些节点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肯定 要 新 新 新的一个Schedule 对 相当于它去做的 红跳过程度 OK 然后可以吗 OK 那我们感谢 这位广告老师的精彩演讲 谢谢 谢谢